當現場以來 我打從心裡面最高興的一件事 就是幫我們消防局 24台救護車 都裝上12島城的心電突擊 有醫生說過 當你進入到醫院去的時候 如果是心肌梗塞的病人 從他發生到救他回來 最好在90分鐘內 能夠處理完所有的事情 那如果90分鐘之內 沒有辦法把事情處理好 這個病人可能他的命就救不回來 如果能夠節省在救護車上 就開始做這樣的一個檢查 他可以挽救多少人命 那時候我是背勤 帶著十二島城心電突擊到達現場 我們就小心地 將患者搬移到勤務車之後 取得他的同意 然後就做十二島城心電突 後來發現他是一個很嚴重的 Steamy的心電突 那就立刻通知醫院先做準備 後續患者也很正常的 就是康復出院這樣子 心電突擊我們非常感謝 我們翁張良 翁縣長 募集了社會大眾的愛 他們總共捐了那麼多的心電突擊 給我們的消防局 未來在整個嘉義縣 一年至少可以多搶救十條人命 我們也很開心的事情 請嘉義加油 Mike Sang 爹因斯 我愛這類大師 我愛這名榮